汉氏莫咒 卓俊渔夫 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 曾两次近夜不得相见 以留书一封 不知可曾越过 南阳野人书懒成性 吕蒙将军望临 不甚惭愧 将军 请 先生请 二弟 三弟 再次等候 将军守书 亮以拜月 足见忧国忧民之心 但很亮 年幼才术 有误将军下问 水敬先生之义 徐元直之语 岂是虚探 汉先生 不弃笔箭 屈此教诲 德操原职 皆当今高士 亮乃以耕夫 安感叹天下大事 将军 奈何奈何舍美欲愈而求完食乎 先生过谦了 大丈夫报惊世奇才 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 愿先生以天下 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 开背鱼鲁而赐教 如此愿闻将军之志 汉世轻推 奸臣当道 被不量力 避无量力 越深大义于天下 只是 智术前端 岂无所救 为王先生开鱼鲁而拯救危难 是为万幸 自 董卓造逆以来 天下豪杰并起 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 而终能攻克袁绍者 既靠天时 更得意于仁某也 今曹操拥有百万之重 携天子一令诸侯 此城不可以之针锋 孙权具有江东一历三世 国贤而民富 此可用为元 而不可徒之 荆州北聚汉免 历尽南海 东连五块 西同八蜀 此用武之地 非其主不能守 此乃上天赐于将军之地 难道将军 无异于此吗 京州的西部是义州 道路显色卧夜千里 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已成帝业 而今刘章暗若 虽民营国父 而不知抚恤军民 故而智能之士 私得明君 将军既是帝氏之咒 信仪驻于四海 总揽英雄 私贤如可 若能跨有 京州义州之地 保其阎祖 西河祝荣 南府一月 外界东吴内修正礼 待天下有变 则命一上将 将京州之兵 已向冤落 将军 身率义州之众 已出秦川 百姓岂能不单思乎将 以应将军乎 诚如所言 则大业可成 汉事可兴矣 将军欲成霸业 北让曹操占天使 难让孙权占地利 将军可占仁和 此乃西川五十四周之徒 先取京州为家 后取一周建立基业 已成顶足之势 然后 可图中原 此乃量 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